有录像吗 有啊 开始 现在开始了 OK 好 我来给大家来说一下 首先呢 我觉得 为什么今天讲这个课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大家应该关注过我的抖音 然后呢 我抖音的前段时间呢 在讲各种各样的设备 讲一个 比如说 以前的25啊 然后呢 又讲了一些AP啊 又讲了一些控制器啊 其实我断断续续啊 可能都会给大家 讲一些东西 但是呢 我觉得 这些东西呢 都较为低段一些 所以说呢 我觉得呢 希望让马哥呢 在数据中心那儿 给我拔点好设备过来 然后呢 也让大家能够看看 这个数据中心的 相应的一些设备 所以说呢 就顺便就 就找到马老师 然后呢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数据中心的 这么一个产品 还有一个理由呢 还有一个原因呢 其实就是 马老师呢 其实也说了很 很多年了 就是说 我想两个人一起讲 对 讲那个双口的感觉 今天呢 我是捧他的啊 他是逗的啊 我记得以前 老外就有 讲这个数据中心 可能是有两位老师 一起讲的 我感觉效果也是不错的 所以我说 我们也尝试一下 先从最简单的 这个设备介绍开始 也是不错的啊 对 就是说 本来就是说 两个事吧 一个是让马老师呢 给大家来 讲讲这个设备 因为我其实 我讲的一些东西 都是我们公司 现在 公司本地的 然后这些设备呢 我们的数据中心设备呢 是托管到IDC的 所以说这东西呢 不太容易搬过来 那我让马老师呢 搬过来一台 然后呢 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 这个数据中心的 这么一个设备 顺便讲讲设备 我们也想体现一下 这种这种形式 还有一个呢 就是其实我想自己讲的 后来我觉得呢 发现 其实我数据中心呢 差不多是在 差不多五年了吧 有七八年了 不是 我交 我差不多交给你之后 差不多五年多 对 完全交给我之后 大概也是五年多 对 差不多应该是 变化 差不多交给马老师 这么四五年时间了 那么这四五年呢 应该一直是马老师 来管数据中心 然后呢 其实有些东西呢 我也不太清楚了 因为当年呢 我讲的是这个 传统的七五二的架构 对吧 现在呢 又换上了这个九千的架构 我其实也说不太清楚了 所以说呢 我让马老师来讲一讲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新的产品 你来给大家讲讲吧 行 行 今天呢 我跟教主一起 主要是做一个主题呢 就是要介绍一下 思科数据中心产品的设备 然后在介绍设备的同时呢 就正好能够把数据中心的 这个网络的架构 也能够给大家讲清楚 我最近呢 也是在做数据中心的 这个项目实战课 我这里又准备了一个大纲 我借用这个大纲呢 来把这个问题说明一下 大家如果说抖音呢 可以到同行团团团团里 看看桌面啊 抖音的现在是看不到 抖音肯定看不到桌面 那是这样子 那后期我们的是 应该有录像的吧 对有录像 会有录像的啊 OK 那个是这个样子啊 就是现在思科的数据中心的 网络架构已经变迁了几个 种类了 那么从传统的 我们成为叫Nexus 752架构 对 我当时就讲那个752 对 也可以成为 现在也可以成为叫732架构 但是这个架构 算是一个很传统的结构 以后我可以再多说一些 现在已经演化成 有Nexus 9K的VXLAN EVPIN结构的 还有就是斯科现在认为 是它最有技术含量的 叫ACI架构 依然也是Nexus 9K平台构建的 那么这三种架构的区别 我一边是通过设备的型号 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另外一个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 也给说明一下 在这里我直接登录到斯科的官网 来看一下斯科的这些 我给你看看 应该是这个 我知道 应该是在 被他挡住了 那怎么办呢 来我再看个位了 靠等啊 这些东西给挡住了 不乱记在这 好 我登录一下斯科的官网 在这个官网里面呢 选择产品 选择 交换机 在交换机下面呢 有不同方向的 不同网络的交换机产品 有企业网的 有运营商网的 也有数字中心这个交换机 现在呢 斯科的数字中心交换机 现在也是变化的特别的快 更新换代的这个频率也是非常的快 目前现在主打的啊 有这个电池电量 这个是是 顺便你别管 你别管 别管 没事哈 那么现在 基本的电脑 现在最主打的是 斯科的Nexus 9K系列 这个Nexus 9K系列里面呢 它可以构建出两种的数字中心的架构 就是刚才我说到的 有这个9KVXLAN EVP架构 还有这个ACI架构 在它官网上你可以看到 它也是说的很明确 是一种叫Nexus OS软件版本的 还有一个斯科ACI模式的 这两种模式的 这两种模式是有区别的 我一会再细说一下 那么还有就是Nexus 7000 这个Nexus 7000呢 应该是斯科数字中心里面 最早的一款数字中心交换机 这个数字中心交换机 它是模块化的 它的就是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机箱 里面可以插引擎插线卡 这样子 当年我觉得7000就是说 到现在它也是算是斯科的一些 比较有进行反量的芯片 芯片都是他们出的 有代表性的 然后它里面其实功能是非常多的 它有一些独特的特性 比如说VDC 就是只有它 现在VDC还是只有它 它具有 它VDC就是说 可以让这一个物理的交换机 可以虚拟出很多 虚拟化的还是物理型的这种交换机 这个7K功能性是非常多的 也是属于传统架构里面 那个核心的交换机地位 现在呢 在这个它这个主打的这个页面里面 已经没有那个5K和2K了 可以说现在5K和2K 可以逐渐处于一个边缘化的 它2K现在这个5K技术还用吗 用 但是它现在主打已经不在这里面 能够查询得到了 那5K现在这个技术还有吗 有 你要想看这个Fax产品的话 到Sysco GoFax 还能够看到关于N2K的一些产品的型号 但是它 它是未来准备停吗 感觉像 但是现在也不好说 因为你看从它的这个页面的 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主打的里面已经不够 我觉得这个技术请留意在当初 现在其实它这个2K的东西 是可以说在任何的这个架构里面 都是可以用到的 对 这个2K也是比较有特点的 就是说它本身自己是没有交换能力的 它必须要连到它的一个复系交换机上 比如说N5K N7K N9K这些设备上 然后能够做出交换机的这种效果 我记得当初讲了这东西的时候 我第一次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特点 然后后来讲完之后 当时是国内还没有相应的产品 后来慢慢的它们都会慢慢有这个东西了 我据我现在的了解 好像外面也没有太多的跟它 我觉得开始是没有 后来我过了两年好像发现有了 这个N2K的特点是这样 它主要的功能 其实起到了一个端口放大的作用 端口扩展的作用 相当于给5K的这样揭露层的交换机 一个接口扩展成48个接口这样的一个效果 远层的模块我今天讲的叫远层的模块 远层的模块远层的线卡 对啊远层的模块远层的线卡 这个2K现在的话它不算是一个主打的产品了 另外Nexus 5K也不算是主打的 在cisco.com-go-nexus-5000 也可以查寻到现在还有的一些5K的产品型号 现在3K是什么一个意思啊 现在3K 3K跟以前的5K有什么不一样吗 是这样 那个Nexus 3K 其实是Nexus 5K的一个精简版 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真实的硬件 就是一款Nexus 5000的5548 这个Nexus 就这个页面吧 有点出来再说吧 不是 它是没有找到 它是有go-nexus-5K吧 这个N打错了 cisco 3W-C-I-S-C-O-nexus Nexus 5000 嗯 5000 是这样 这个N3K和N5K的区别就在于 N3K是N5K的一个精简版 N5K它算是一个非常融合的一个交换机 它能够作为乙碳网交换机的能力 还可以作为存储交换机的能力 因为它是支持FCOE技术的 而N3K就是乙碳网交换机 因为我记得刚刚3000出来的时候是这样的 5000当年还不是说都支持三层 然后加个什么doctor模块 是吧 ok 然后后来就是说觉得3000出来 我觉得两个吧 当时我觉得是三层 然后又说什么超低延时转发 超低延时 其实5K现在的这个型号 也是能够支持丰富的三层特性 也能够低延时转发 主要是5K不在主流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比较贵 从经济成本上来讲 可能大部分公司 它需要这种纯以太网交换机 所以N3K的话现在卖的比较好 所以在那个里面能够 它支持FCOE吗 它肯定是不支持FCOE 那存储这块怎么办 FCOE现在谁搞 5K还是5K 就是你要用FCOE还是用5K 还是5K或者是就存储区域的网络的MDS产品 MDS是可以支持 那现在就是说732这个架构就没有FCOE 对没有FCOE 就这个套点 这个FCOE没有那么主流了吗 现在四个组 以前有段时间四个组 主要是现在存储的这种发展方式也开始变了 以前FCOE这些都属于集中式存储 互端有一个FC的存储 对现在都是这种分布式的超融合的 都是使用本地硬盘构建出IP网络的这种存储方式 我始终觉得它不稳 我用过几次都是有问题 它是应用在不同的数据中心里面 那么有些数据中心它偏向数据集中式存储 然后可靠性高的 那么它还得使用这种传统的存储协议存储技术 其实我还是觉得传统的存储 特别是FC 我觉得用的特别的特别稳特别快 对我真的觉得FC还是真的 虽然说这个技术感觉很多年了 但是现在思科这个一直卖得很好 说现在出32G了是吧 对那是贵 这个东西还是贵 然后如果是和其他的分布式解决方案来对比的话 那定了还是 对我觉得没有跟它可比的 就是那种硬性能它来讲 效果稳定性各方面 FC真是还是比普通的那些比不了的 对是这样子 现在7K其实已经开始 如果说点进去以后 可以看到以前我们都是7000 现在最新的就是77系列 那么7000和77的主要区别还是 就是从带宽角度上来讲 这个我后来看它都已经复了 对77的话都是100G以上的带宽 那现在说回来 就是这个传统的器玩架构 从它的设备上 就是Nexus 7500 2K组成的 从技术角度上来讲 还是使用的是传统的技术 它的这种网络组件模型 还是这种核心层 我看这能画个图吧 这个75002架构的特点 这个我还不太习惯 75002K 就是在数据中心网络里面 它的这个模型是 这是核心层 然后下面是汇聚层 再往下面是揭露层 对是最经典的三层 对三层 传统网络经典三层 大概就是这个形式 在核心层汇聚层这个地方 跑的是三层的路由协议 在汇聚层和接触层这个位置上 是跑一些二层的技术 比如说VPC这样的技术 它利用的技术 以及写议 还是非常传统的TCPIP 以太网的这种 802.1Q这样的技术 它这种架构呢 目前来讲的话 应该还算在一些 传统的行业里面用的比较多 那些行业 他们对这个业务有这个水中心的业务变化 并不太多 追求稳定性和可靠性的话 用的比较多 这是更稳更成熟 对更稳更成熟 别人的思科的芯片 思科自己的专利的东西更多 是这样子 但是在东西一般 别人还做不出来 就像7000那一套 它那些芯片的东西 就我现在了解 已经像华为 831开始有一些这样的技术了 包括VDC VPC类似的 对应的技术都已经有了 就像这次我们讲的5K 就用这种口子 马哥这个说一下 这个稍微等一下 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后续有一些 其他厂商已经有类似这样的技术 但是因为我们在做教学 我感觉延后了这个时间 大概有三五年的时间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现在已经不算是一个 目前要是如果说 企业里面去采购新的 树荣新的计划方案的话 它这个不算是首选了 那么首选的这个方案 是开始是 这是别的问题 别的问题 是上面这个N9K VXLAN EVP的架构 也可以成为就是 NXOS独立运行的 一个模式版本的 这种可以成为叫 匀树荣新架构 它是基于VXLAN这个技术 构建出来的 从它的网络设计 设计这模型来讲的话 它跟传统的是有点区别的 现在这种架构的模式 是就是Span LEAF架构的 上面是Span节点 下面是Leaf节点 就直接是一个 二层的一个设计 这叫扁平式吧 全三层吧 对 在这个Span LEAF之间 跑的是这种 IP路由的这种环境 基于这个IP路由的环境 构建出一个上层的 一个虚拟的网络 这个虚拟的网络 成为叫Overlay网络 就是网络叠加网络 这个网络叠加网络的 这个具体技术 就是所说的这个VXLAN 那么有了这个技术以后 现在这个数据中心的架构 就可以说有更丰富的 从网络层面上有更丰富的功能 比如说支持多租户 能够有更丰富的二层分段 多租户那可以代表是 就是在这一个 共享的这个数据中心架构里面 可以为不同的租户 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顾客 能够提供出来 他们自己想要的网络 并且这些租户之间的网络是互相 所以当年VXLAN 我觉得当初我讲话 首先是它的数量比较多 确实比微LAN要多一些 是吧 还有一个它比较 像如果说这么多微LAN 像以前的话 Tunk Allow 微LAN 反正SDN很难做 很难做有效的那种 控制 自动化的控制 控制 VXLAN就会更加 更加适合USDN一些 然后 而且 VXLAN的数量也比较多一些 因为以前 VLAN一创建 全部都对创建 Allow VLAN 那几八糟 就比较复杂 VXLAN 整体来说 这个设计就会比较简单 VXLAN 它算是一个公有协议 就是思科 不光思科有这样的解决方案 其他厂商也有类似的解决方案 那么都可以对比的了解 这个是 VXLAN的EVP 应用中心架构的 而思科数据中心里面最高端的 最高级的 是他们的就是数据中心的软件定义网络 叫ACI架构 应用中心架构 就是左边这边的应用中心架构 它的设计模型跟 VXLAN的这个是一样的 从物理角度来讲 是有死半利弗这样节点的 它跟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它有一个更集中化的一个管理中心点 叫APIC 而且从网络的这种设计模型或者是视角 就已经变了 VXLAN架构 它还是网络的视角 就是租户也好 二层分段也好 这都是纯网络的视角 而用了ACI架构以后 就开始有更宽广的视角 面向的是上层的应用 它可以说把整个网络的模型就给重新构建了 因为它这里面这个VXLAN 它跑的也是VXLAN 只不过是思科私有的 高级版的VXLAN 私有协议的VXLAN 有了这个高级版的VXLAN以后 它就可以有更丰富的功能 它可以基于硬层的视角 去解决很多问题 比如说它这里在ACI架构里面 它有 首先也有租户的概念 在租户里面也有 就是有更明确的三层网络 巧遇二层巧遇环境 以及每一个虚拟的一个分段 就代表是一个EPG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些二层的分段之间要走合约 通过策略 Policy策略进行有效的控制 再有就是它可以能更好去融合 像帮我墙产品 像负载金融产品 都可以统一地由APIC做管理 就可以说在APIC上就可以一下子 把整个数据中心的所有组件的东西 全部都给配置了 推下去 然后就可以做到 你能够快速地部署你的业务和应用 对了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SDN完整的这些方案 时刻就是从APIC 后来它出了一个APIC EAN 其实就是现在的DNAC的前身 就是现在DNAC的前身 它是圆区网的软件 对 现在时刻有圆区网的DNAC 那么其实是开始是APIC 然后应该APIC EAN 然后到DNAC 然后这么一条路子走过来了 好 然后还有 你现在这个东西应该都是9K 是吧 这9K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我记得都是9K是吧 对 这个9K 9K它的区别还是蛮大的 在官网上我们看到了 就是能够支持ACI的和支持标准微差烂的 是属于两种 应该说是属于两种不同型号的9K系列 对 其实看起来都是9K 看起来都是不一样 都一样 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这个结构 区别 你这么看是看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主要是你要去登录到里面去看 它能不能支持ACI 这个很关键的字眼 另外它真正的区别在于 它里面的这个芯片上 就是 你看 这是5K吧 5K里面也有这个转发芯片 ASIC 我们称为 它那个芯片就区分在是商业化的 就是从第三方厂商购买的这种转发引擎的芯片 还有思客自己开发的研发的这个引擎芯片 像只支持标准微差烂结构的 这种就相当于像 比如说像小米它也做手机 但是芯片它不是自己做的 就是买的别人的芯片 对那种就比较便宜 便宜 哪都买得了 哪都买得了 它做了一个9000 然后这样的话跟别人拼价格 拼价格 它是有两个战略 但是从功能角度来讲 它是要比自己产的功能要少很多的 然后它还有自己产了一个芯片 像苹果 它又像4K像苹果一样 它自己有自研芯片 它有自己的芯片 然后它也出了一款9K 然后跑它自己的VXLAN 跑它自己的ACI架构 虽然它有两个它9K算是9K 但是是两套芯片 一套芯片是那种商业芯片 哪都买得着的 那么就是拼 是波克的 对就是可以跟你拼价格的 还有一个就是自研芯片 然后专门的ACI架构 ACI架构 这是它的核心的区别 对核心区别 价格是差很多的 一般你要是如果搭建一套 这种普通标准微叉弹的 可ACI的差的三倍价格左右 差不多 你说100万 然后那边就是300万 就小米手机跟苹果手机 差不多3万 但是功能可以这么说 绝对是要比这种 标准的 它可以不用ACI吗 我就普通的做 就必须得ACI吗 它那个芯片里面是商业芯片和 这个四颗自有的芯片 都是都有的 你可以给 就是这种多极 你可以不跑ACI 可以 你可以跑这种标准的 这种独立的模式 但是如果说你买的是那种廉价的9K 没有那种四颗自带的那种芯片 那是肯定不能被ACI架构管理的 就是你贵的 你可以使用低端的解决方案 但是你低端的产品是不能加入到高端的解决方案里面去的 芯片会除了ACI以外 它如果说我就跑普通的 Nexlarge 那有什么不一样吗 它运行的软件版本都不一样 就是NXOS 我们知道在里面跑的软件印象叫NXOS ACI的要跑 ACI的话 你前面加一个ACI-NXOS的软件 要重新刷是吗 对 要重新去给它灌进去 然后配置 如果是独立的话 那就是NXOS 这就是它的一些区别 然后还有过两天我跟马哥应该会重新去设计一个自重化 对 我给马哥 对 刚才我也想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Python自重化的问题 现在我们数据中心3.0的课程里面 我下一轮就会加入一套完整的用Python 去实施整个业务应用的一套解决方案的效果 因为毕竟你ACI其实最终的目的 其实就是自动化 偏向自动化一些 对 你不自动化连XGN的意义 其实就不是太有必要 专业就是自动化 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如果说我们要用这种Python自动化实施的话 都可以做些什么 那么既然面向的是应用 对吧 那么你前期肯定要先准备好一组业务的应用 一组业务的应用 目前互联网的话 通常都是有一个前端 外吧 中间一个APP 后端一个数据库 比如说前端就是Nginx或者阿卡奇 然后中间里有Jungle Jungle Jungle Python我就 这个就比较熟 对啊 然后后面就是数据库 三套 简单说就是三个讯息吧 这么代替 那么这三个讯息 被上层的开发人员部署完了 都已经给你做好了 那么怎么让它能够快速的上线 能够联络到互联网上去 这时候就得需要 还得保证它的一些安全上的策略 对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 ACI整个集中管理 那么你可以用Python来进行集中管控 自动化 这里面就包含 可以让APIC推一个分布式的交换机 到虚拟化环境 比如说Linware的Vicentra 它ACI是全API的吗 应该是没有做不到的 只要它可以这么讲 只要它图形界面 GY的图形界面里面 它能够有的选项 你就可以用 对 因为我记得 我好像一年多前 讲过ACI的API 但我发现它 它是也是这种全API的 对 现在做的已经相当好了 对 用它自己的 就是它公司自己开发的一套模块 也可以用Postman这种 HTTP的方式 一个个提交 方式都很多的 我刚才讲过 它也是用树状结构的资源 对 树状结构 去创建一个租户 然后创建里面的网络 BD二层 然后EPG 离分段 还有打通跟外界的网络的互联 L3的Alt 整个这一套可以说都可以用 Python自动化完成 对 还有DNAC 他们现在上次我研究DNAC的时候 也是说DNAC它可以跟ACI 联动 企业企业级网络 企业级网络 白特的SD1 三个东西 对 圆形网络 三个东西 也在一起 SD1 都可以的 现在其实整套思科的这一些 大的故障不就是以叫Sysco One 对吧 就是这个One字 先各位什么问题吗 还可以再问问 我觉得大家关注一下 马老师实战课 实战课 今天我还是带了 带了一个硬件的设备 是这样 就是我们有比较完整的一套 数据中心的设备 包括Nexus 9000 5000 7K 2K 这些都托管在了IDC机房 而且像7K的这些产品 它都比较大 三五个人都搬不动的 今天我就拿出一个Nexus 5K 这个是一个具体型号 是Nexus 5K 对这个5K是比较有特点的 5548来说明一下 也是比较贵的 现在思科都确实这个太贵了 是这样 就是现在这个5K 你看它不做主打了 原因是因为它还是比较贵的 然后价格上没如是 但是这个从功能上来讲的话 相当的丰富 因为它这个 这就是一个5K Nexus 5K 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稍微立一下 进个进来 这是一个标准的机架的宽度 然后是一个EU高的厚度 EU高的厚度 这个是Nexus 5548 算是它的第二代5K产品 它的主要特点 主要特点就主要看它前面的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都是黄颜色的 通过这个黄颜色就能够看出来 它是UP口 UP口就 橙色有点偏橙我觉得 我觉得有点偏橙色 就是橙色 这是UP口 UP口它说明这个接口 是可以配置成以太网接口 也可以配置成FC接口的 如果能配置成以太网接口 也能配成FC接口的话 那么说明这个交换机 必须得是以太网交换机加FC的交换机 两种交换机的能力才可以 这也就是这个5K的强大之处 现在市面上其他厂商可能就很少能有这样的跟它对比的这个产品 就当年我那你看七八年前那你就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口子我觉得很刺惊 我觉得这居然还能够切 还能够切 是吧 你看它的模块啊 就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它样子这都是标准的模块的格式 它可以是你就说你可以买以太网的模块 也可以买FC的模块 这个模块插到这个接口上去以后 你得需要把这个接口配置成和这个模块是一样的类型 你比如说你查了个FC的 那你需要把这个接口配成FC的 那这个接口就是一个FC 我记得当年我切的时候好像是得切一个range 对它是一个运营 不能说差的是吧 对它的特点是这样 从不知道你那边是从酸左酸右 就从这一边从大号这一边是可以切成FC 只能从从从从头开始切是吧 我记得对 从最大最大这一边切 然后最小这边就是以太网 最大一边是FC 中间你可以相当一个滑片似的 你可以滑 它是这样的特点 既可以是实际以太网 对吧 也可以是FC 也可以是FCOE 它是三个融在一起的 三种技术 然后有三种功能 所以说这个东西 它就是也是思科自己的芯片 然后也是它一个比较独特的接口 所以说这个东西 现在思科也觉得东西太贵 我也觉得这东西贵 可能有些人 它不一定是希望这个东西的 除非真的是需要 需要对吧 现在还是说回来 就是现在的存储 因为大部分公司都已经布置好存储了 他们都已经买的是这种存储 是缓存储交换机 没有更多的需求去布输 这种新的FC的存储 所以5K上的FC功能 其实用的是比较少的 而它的这个以太网功能 用的比较多的 所以现在就有它的经典版本 N3K 3K当年我记得 正好我交给你一段时间 正好3K就出来 它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么在线的 你们是要是有什么关于 税中心产品架构 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问一问 这里有问题了 今天主题是啥 今天的主题是给你们介绍 思科数据中心的设备 以及数据中心的架构 有9000系列的spy leaf非ACI的吗 有的 实战课里有讲非API的spy leaf配置吗 当然有 这个实战课里面主要还是讲非API的 就是不是自动化的标准的spy leaf配置 这里面要讲 你看一下 这里要讲这个EVPIN的部署 EVPIN部署里面 这算是基本了 基本内容 高级的内容算是 双活数据中心互联的技术 现在在VXLANEVPIN里面比较 算是比较难一些的 而且外面也没有过多这方面的资料介绍 而我这边有完整的设计 包括MultiPod MultiSet这样的部署 以及多租户之间互访 多租户之间互访的时候 需要设计的方式也不一样 有通过方向墙串联的 也可以有这种VF路由泄漏的方式 这个难点 我认为难点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VF路由泄漏 这部分内容 我可以说保证我这边是最先进的 目前 这路由泄漏就飞进 你那个我做DNAC DNAC那块就是比较费进 特别绕 你必须 你看我简单给你分析一下 首先它有多个租户 有多个租户 然后呢 有多个VTAP 有多个VTAP 那么你需要考虑这些路由泄漏 如何防止缓路 不能就是彼此成果 还有呢 就是能够正确的 优化的路径让它转发 不能让它走多余的路径 这些东西 因为我DNAC 我也玩过这个东西 就是那个路由控制 是真的有耳飞进 细致分析的 那这里面还有个问题 IPV4和IPV的架构有什么区别没有 目前来讲 IPV4 IPV6区别没有多大 IPV4和IPV6的这个架构上来讲 是没什么大的区别的 像VTAPLAN它也是可以支持 完全可以支持 IPV6的部署 VTAPLAN需要license吗 VTAPLAN需要license吗 这个N9K的设备的话 它都是有 就是四科的设备都是有license限制的 一方面它需要卖这种硬件盒子 就这种盒子 还有就是它卖它的软件特性 所以都是有license限制的 现在它防火墙整合的好吗 防火墙整合的你说核威特拉还得吗 对 你现在考试应该在ASA吧 现在是以前是2.1版本 就是DC的2.1版本 它考的是ASAV 对我知道 ASAV 就是虚拟化的 现在好像也就 我现在它四个的VFTD 好像都很难整合 我不知道未来我可能会整合这个东西 怎么办法强 还有一个 就说现在传统的VXLAN这些技术 大家都能做吗 传统的VSLAN技术 大家划算这些 都可以 现在因为我说了 VTAPLAN那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公有型 就是ACI部分 ACI是绝对私有的 对 因为其实我最近跟那些阿里的一个架构师 他们在讲 他们在做架构设计的时候 说阿里至少找4款和5款 他们这么玩 怎么玩 就是说他一定会找4、5个厂家 然后去找一模一样的产品 就是说比如说你这有一个3000 他那边一定要找个华为类似的3000 然后再找个华山的类似的3000 然后再找另外一个3000 就是基本上指标是一模一样 特性一模一样 就啥啥啥都是一样的 然后找去 就是他坚决不要的私有介绍 就坚决不会到任何一个厂商拿住他 然后就是找4家 他这一模一样的 他这个想法我们都能理解 全部都4家一模一样 然后他就看4家同时可以供货 任何一家供货不了 而且他应该是把这4家的这个法案 都付出了生产环境里面吧 对他有4家而且随时可以换对吧 因为他们不是他们要还是要考虑一些 兼容性的问题 他就随时可以换掉 那么现在其实就是微查论技术 我可以说是大家都可以支持的 这个技术目前在树心里面算非常主流的了 而且就他们说 包括华为他们现在供货是也有问题 我4家供货也有问题 因为4家现在闹疫情 那这就是墨西哥的现在 墨西哥那边也过不来 然后华为这边老是芯片 这个芯片那个芯片圈也是供不上 现在华为供不上 4家也供不上 他可能要看其他的华山那些供货 实战中会讲一些F5和一些放我墙的特性吗 我F5放我墙的一些特性 是这样 就我实战课里面是加入了 放我墙和F5的设备进来 但是在实战课里面我没有 我只是用了他的网络 用了他的功能 但是我没有过多讲F5的东西和放我墙的东西 我之前3月份已经推出了一个F5的 营营交付网络的2020版的那个课程 那个是一个完全针对于F5的解决方案 作为负载居用设备 作为DNS设备 他的这个解决方案的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和这个实战课不是重合的 不是重合的 但是如果说想学习的话 我非常推荐实战课和F5的这个课合到一起学 是非常好的 请问比较一下华为的云架构 思客的数中心架构差异和先进性 说实话 华为的云架构我了解的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呢啊我也跟我的一些朋友也探讨过啊 探讨过啊只要是如果说有人能够在思客这边的这个数中心的结构比较了解 也学习的啊然后在华为的这个课程也学习过 设备也接触过 他们都得出了一个很一致的结论 这个我也不是夸大 就真的是从我朋友那边得来的这个结论是啥呢 相对来说华为的数中心的这种微差异结构还算是落后一点 还不如华三的微差异的解决方案 因为他华为的据我了解啊 他说他华为的这个架构里面 他的就是管理平台和他的就是管理相当于配置平台和他的性能监构平台是分离的 是两个平台两个设备 这就给我们带来运维带来很大的一个麻烦点 而这个就思客的这个环境里面 它都是统一的一个平台环境 就是AP的控制器来实现的 思客就在技术上面其实还是比较 肯定是领先的 思客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对思客不好 就是他图形化界面长期做的就是那么有点缺心鸟 图形界面 东西没问题 你说是华为啊思客 思客 思客的图形界面老是做的那么一样 但是思客的技术没问题 就是思客的技术总是一些比较领先的那种东西 而且我给大家一个就是学习的一个思路啊 就是你要落下学习微差烂 这种数据中心架构 它都是大家都是基于微差烂的数据中心架构 那么到底有什么区别 跟其他厂商不同厂商都有什么区别 我对其他厂商不太了解 对思客的比较了解 但是今天不能讲太多啊 今天主要讲设备不讲技术 我给大家一个思路 就是你去对比一下他们之间的这个控制平面 数据转发平面是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就是他控制平面的这个表象是怎么学习的 数据转发平面一般都是一样的 但是控制平面是有很大区别的 还有就是管理方式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那有的是得需要多个设备啊 能够实现出一个统一的管理效果 那么有的呢是一个单一的设备就可以实现 你们可以自己去基于我这种思路去了解一下啊 对微差烂EVP加加控制器 那么我这个我刚才我说的这个 ACI架构的 它是微差烂架构的 没错但它它不是微差烂EVP的 它是微差烂架构 没错但是它的控制平面 是是思科自己又改装了 它的那个意思意思协议 思科总是有一些比较新鲜的玩意儿 不搞点新鲜玩意儿 不起个奇奇怪怪的名字 他也觉得他不好意思说他自己是思科 他这个你像ACI的这个架构的 基本上你都不知道它里边运行的这个原理是什么 你只需要汇配就可以了 它里面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养力不复之间怎么就通了 路由是怎么泄露的 一般我们配完以后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实现实际的 其实那些协议的原理也没有什么重要 这个也没什么用 我们要用好的话 其实也无所谓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必要 去了解什么的细节 咱们就是我经常说 咱们就是练开车的 其实不用太关心 车子知道的 对啊 但是右边这边的 微长达EVP的基础配置的 你要是想实现 足复下怎么通的 那么你就得继续 必须知道它的原理 因为你只有知道 它原理配不正确了 你才能控制好流量怎么走 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 现在未来会慢慢的自动化 慢慢的让你忽略 几层的东西吗 这个课程与CCAEDC考试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我这个实战课的内容 就完全偏向于项目实战 项目实战 也就是说 这个课程里面的东西 如果说你完全掌握了 将来以后 可以能够马上的去 一个思科数学中心相关的工作 去面试 对其实现在我们都 我们现在不是都在做 类似于思科这样的实战课 也让我入门课也在做 对吧 我觉得想提供一些 因为这么说 现在都考证 都慢慢的也不咋学 也没有什么太真正学的 我们想提供一些更加 实用性的 因为我们公司 是更加专业一些 做技术一些的 对吧 也不会去天天去炒作 这样那样的 对吧 是的 我们其实最好的 也就是把课好好做一做 让你能够学到东西 不管是使用 使用的还是原理性的东西 我们想法是做的都是最好的 能够让你们能够 从工作的角度上 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吧 喜欢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没有什么问题 今天先到 你看那有什么问题 我的造型可以 一语飞旋是谁 思客的9K微缠烂EVP架构 可以接和控制器实现 配置自动化 统一管理吗 有一个 集中的一个管理工具 可以实现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我记得我以前讲的 它有一个单独的一个模型 结构 是基于微缠烂EVP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 就是你如果是想做 集中式管理的话 你不能够 不能够通过图形的方式 去管理的 就是它那个 只能通过命令行的方式 去下发命令 去配置 是可以做到这些的 但是它不能像ACI那种方式 有一个统一的管理界面 图形的方式 看得特别清楚 这些事情它是做不到的 斯科超中和 你先做吧 超中和 能说说斯科的超中和吗 斯科的超中和 这个课程 我之前已经做了一年多了吧 在我数学中心扩展课里面 有相关的课程内容 这个斯科的超中和 其实它非常简单 我给你讲一讲 首先说它是一种存储的解决方案 存储的解决方案 如果你了解 VMware的VSAN技术的话 VMware的VSAN技术 不是斯科的VSAN技术 你就能够对比的去理解它了 是这样 就是它是存储的解决方案 而且它是分布式存储的解决方案 它可以做到什么呢 它可以做到基于这种IP的网络 可以讲多台这种服务器 本地普通的服务器 上面的硬盘 做成一种虚拟的一个分布式的存储系统 它是硬件的 VMware的 VMware也算是硬件 其实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它是通过 你想的每一个服务器上配一个 在什么上面配呢 它有一个统立的 Hyperflex的关系平台 在那上面配 就是相当于把多台服务器 配置好它们的IP地址 能够让它们IP地址通信 然后基于这个IP地址的网络 可以构建出分布式的存储系统出来 然后能够提供出NAS系统 NFS也就是NFS系统出来 这样的NFS系统可以给 就是你其他的服务器里面的 系统使用 比如说其他服务器 比如说VMware的ESI 使用这种NAS服务器 我这么解释能理解吧 它其实是一种超融合 其实是一种分布式的存储系统 ACI的控制器能管理到 VM层面的虚拟网络吗 当然可以 但是有个前提 就是VM的网络 使用的分布式交换机 是由APIC推下去的 也就是说分布式交换机有两种 一种是VMware 比如说我用的是VCenter环境的 是VCenter自己自带的分布式交换机 这个分布式交换机 那是不受ACI管理的 APIC管理的 那么也有可以用APIC推一个分布式交换机到VCenter 就是要通过要通过整合是吧 要通过联动才可以做到的 Nexus不是Nexus 1000V 1000V已经不用了 现在已经不用了 对我讲的事就不用了 就是VMware VCenter里面的分布式交换机 这个分布式交换机是由谁推下去的呢 是由APIC推下去的 那么这个分布式交换机就受APIC管控 流量也会到达APIC 由APIC进行统一的监控和管理 对1000V早就不用了 1000V早就 1000V这个技术其实是非常好的 是这个技术确实是好 但是 但是就是合作不来吗 合作不了了吗 就是跟VMware没有合作了之后 这个原因也是 原因这个1000V这个技术是非常好的 虚拟化交换机 功能也非常强大 在虚拟化环境 以前没有考试的时候还考1000V呢 对后来就没有了 好不容易我上去把它烫明白 把它敲过了 原因是这个东西太蚕食 VCenter他们里面的这个利益了 对他这个1000V确实挺有异的 对他把这个市场份额都占了的话 你想想这个VMware肯定不论一点 所以VMware不愿意跟他做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很被动 请大家提点问题吧 什么问题今天差不多 今天我看 正好差不多讲了一个小时 也不用讲太久 下次我们再找找其他主题 再给他们来再说一说 大家要是有感兴趣的话题的话 也可以反馈给我们 你们觉得什么东西是和双口象征说的 都是都可以 你们想就想听哪方面的感兴趣的 都可以征求一下意见 发到你们的 就跟商鲍老师聊也行 跟我们说也行 我们会收集一下你们的意见 然后做一下后期的内容 今天我觉得我们表现还可以 配合的还可以 下次要不然你来做 我来捧跟 我今天捧的还可以 大家觉得我今天捧的还可以 好吧 那么今天就到这儿 好吧 咱们把我先把这录像停了啊